大家好,我的第一道逮捕令已经发布,现在口述发布第二道逮捕令,逮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研究所所长还是院长陈一章,逮捕卫生部部长黄杰夫,逮捕参加国际人导研究的主持人唐一元,对王忠诚进行司法调查, 对摇杆研究所那个去世的中国院院士进行司法调查,相关科研人员参与活摘人体器官,以及人体实验的731犯罪人员,包括各大军区医院,民间的公立医院,私人医院,还有其他科学研究机构的反人类犯罪分子技术人员,全部逮捕归案,发布第二道逮捕令。 立即逮捕,以黄杰夫,陈一章,唐一元,王忠诚为首的反人类技术犯罪分子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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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